绝美的大漠星空 让黄土沙漠的宁夏夜晚 透着几分浪漫气息 宁夏被称为新兴的故乡 已举办22届的海峡两岸记者联合采访 今年选在宁夏举行 大陆所谓女副主任吴喜特别前来 首次在两岸媒体面前公开亮相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宁夏 但是宁夏对我来说并不陌生 因为小时候背过 大漠孤烟值长河落日圆 贺兰山下果园城 塞北江南就有名 这些快智人口的诗句 两岸媒体首秀吴喜除了秀诗词 话锋一转痛批民进党 两岸同胞要合作要交流 想走近走清 想分享发展机遇 是非常自然而然的事 但是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 台独分裂立场 粗暴限制两岸交流合作 可以阻挠前来大陆交流旅游 严重损害台湾同胞的利益 四月接任至今 鲜少出现在媒体镜头前 外交官出身的吴喜 曾任驻美公使 纽西兰大使外派经验丰富 是目前国台办三位副主任中 对美有经验的涉台事务官员 早在今年四月马英九访路期间 曾低调陪同参访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当时吴喜新官上任 竟让央媒陪同 这一回除了吴喜国台办新闻局局长 兼发言人陈兵华等陆方代表 也出席启动仪式 拉开活动序幕 记者林贤佩玉 您下采访报道